最新的天氣訊息把時間交給余如 提醒大家今天是立冬 是入冬之後的第一個節氣 也就是秋天要轉冬天的過程 但是這個冬天真的很沒有這個冬天的感覺 所以今天大家要進步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適量不要太過上火了 因為今天其實外頭還蠻熱的 就是因為東北季風減弱 所以白天的溫度都回升了 加上水氣比較少之後 東半部有些零星的降雨 但另外要注意了 雖然降雨減少了 但要大台北地區在偏東風的環境下 則是有盆地效應 所以導致大台北地區風蠻大的 這也是要特別當心的 至於明天跟今天也是蠻烈似的 這個天氣更穩定 白天同樣都是非常暖熱的感受 至於亞洲雨嶼圖就要提醒大家 禮拜五要變天了 封面中午前後會通過北部 預計這個水氣是會慢慢增加 而且結構比較好 相對來說整個苗栗以北 還有東半部都有降雨的機會 而且宜蘭花蓮局部有大雨的可能性 中南部的雲量也增加了 至於北部跟東台灣 溫度也會明顯轉良 預估從禮拜五會影響到下週二 這影響的時間點滿久的 將近五天 所以最重要的是 接下來冷的感受 禮拜一禮拜二 溫度偏低 感受上會比較明顯 到時候北台灣幾乎整天 大概都18到22度 中南部也會影響 中南部這幾天高溫都來到32、33度 到時候中南部大概還可以降到28、29度的高溫 至於下週三東北季風減弱 各地氣溫又要回升了 而講到氣溫 來看看外頭的溫度 其實很多地方溫度都持續的飆高 各地溫度白天都是明顯回暖 而在中午有些地方還偏熱 來看看整個桃園以北都來到了28度 27、28度 而中南部都逼近了30度 而目前最高溫是在嘉義32.5度 而五谷又32.4度 台南32.2度 這位東半部比起來算是比較陰天的天氣 因為有些地方有些降雨 大概25到28度 這間最低溫是在苗栗投屋17度 所以各地的日夜溫差真的滿大的 所以要注意了 其實日夜溫差彈 西半部則是空氣品質也滿不好的 而雨區的部分也要提醒您 其實這兩天這個雨區 因為相對來說東北季風減弱 所以雨相對下的比較少 至於禮拜五封面 還有東北季風影響 到時候迎封面的降雨 就會越來越明顯 尤其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雨勢也會特別明顯 最後帶您關心的是各地的氣溫 北台灣的部分 幾樓台北新北22到30度 桃園新竹21到31度 而中台灣的部分 都是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要注意日夜溫差20到32度 都超過10度的溫差 而南台灣的部分 同樣是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22到32度 而東台灣的部分 迎封面有稍微降雨的狀況 以來花蓮降雨機率是20% 至於離島部分 澎湖金門連江21到28度 以上這節的天氣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再次請問 CV CV 感谢观看